各位朋友大家好,現在大家都知道中國的經濟在往下走 中國的物價在往上漲,但是因為經濟下行 和物價上漲的過程是比較長的 是一種溫水煮青蛙式的變化 所以很多朋友還沒有感覺到切膚之痛 尤其是那些有點家底的中產階級的朋友 還有很多人在享受歲月靜好 而沒有察覺到一場巨大的危機正在來臨 現在全世界金融界都在談論即將到來的中國的金融危機 甚至一些中國體制內的官員和學者現在也在談論這個問題 比如說中國農業銀行的前首席經濟顧問向松作博士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就警告大家一場金融海嘯正在來臨 中國投資公司的董事長彭淳在10月20號一次會議當中 他就說未來中國將會有很多的銀行倒閉 在很多人的思維當中把錢存銀行是最安全的 這個觀念大錯特錯 在2015年5月份中國政府就頒布了一個法律叫做存款保險條例 這個條例的內容就是規定銀行倒閉之後怎麼樣處理客戶的存款 怎麼樣理賠大家想一想如果中國銀行不會破產 政府為什麼要制定這麼一條法律呢? 制定這麼一條法律這就說明在中國銀行是可以破產的 在中國銀行破產也有先例 1998年金融危機爆發了,海南發展銀行 一家海南的銀行就因為經營不善,不良資產太多 又出現了擠兌的現象,最後就破產了 海南發展銀行絕對不是普通的農村信用合作社 它是一家有政府背景的大的商業銀行 那這次經濟危機比90年代末的那次經濟危機要嚴重得多 按照官方的數據,今年GDP增長最多最多能到6% 這是過去40年以來最低的經濟增長率 那有人可能會說,那好歹經濟還在增長啊 說明經濟還不錯啊 說這種話的人太不了解中國的國情了 這個數據,這個GDP數據是有很大的水分的 因為各地的這些官員他們為了搞政績 都要虛報數字,虛報GDP 最真實的情況就應當是經濟不僅沒有增長 而且還在倒退,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 今年利潤下滑超過10%,房地產成交量 今年下滑超過30%,汽車和手機的銷量 下滑了接近20%,現在經濟危機是一場超級的經濟危機 在這場危機當中,金融行業當然也是難逃厄運 工廠商店都不賺錢了,過去向銀行借的錢 沒辦法還回去了,這就造成銀行出現大規模的壞賬 出現嚴重的虧損,最後支不抵債就會破產 現在風險最大的是各個地區的那些中小型的商業銀行 這些中小銀行他們資本不夠雄厚,承受壞賬的能力比較差 而他們過去在經濟發展比較順利的時候 經濟狀況好的時候,他們這些小銀行放貸最積極 但是監管又罪不得力,現在經濟下滑了,受到衝擊最大的 也就是這一批人,這一批銀行他們最容易破產 那今年有很多家小銀行就陷入了困境 比如說上半年內蒙的一家銀行叫包商銀行 就因為有嚴重的信用風險被中國銀行保險管理委員會接管了 所謂的接管就是破產的第一步,接管了之後 如果是他們能夠扭轉局面收回貸款,清償債務 那就可以繼續經營下去,如果做不到就會破產 那前幾天呢,遼寧的沿海銀行 還有一川的河南的一川農商行都出現了類似的情況 出現了幾題幾對,這只是冰山一角 絕大多數的中小銀行都面臨著同樣的困境 在整體經濟下滑這個大背景下 絕大多數的中小銀行破產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那現在大家最關心的是銀行破產了之後 儲戶能不能得到補償,在這方面政府已經做了安排了 但是很遺憾的是這種安排對普通老百姓非常的不利 所以大家必須得搞清楚,必須得明白自己面臨的風險 根據這個存款保險條例的規定 銀行最高的理賠額度是50萬,也就是說 如果你在銀行存款超過50萬,那你就危險了 多於50萬的那一部分,肯定就拿不回來了 那有很多人他們銀行沒有50萬的存款 是不是就安全了呢?也不是,在某一些情況下 儲戶即使你存款不到50萬,也一分錢都拿不到 比如說銀行的錢被盜竊了,被貪污了,被挪用了 失火了,淹水了,等等等等 在這些情況下銀行倒閉之後 儲戶完全得不到賠償,一分錢都得不到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這個儲戶買了銀行的理財產品 或者是買了銀行代銷的其他公司的理財產品 那麼這一部分錢呢,你也是一分錢都拿不回來 所以現在把錢放在銀行裡面,實際上是風險非常高的 再加上現在這個物價又上漲的快 銀行的那點利息啊,你根本抵不上物價上漲的這個速度 即使是銀行不倒閉,把錢存銀行也是吃虧的 如果是銀行倒閉了,那就要吃大虧,那就要血本無虧 所以說我們全民共證平台從去年五月份的時候 就開始建議大家把錢從銀行取出來 有人一定會問,把錢從銀行取出來了,放在哪兒,怎麼辦 大家一定要知道,我們現在所說的這個錢指的是鈔票 鈔票是過去兩三百年才大規模使用的 中國人普遍使用鈔票的這個歷史也才一百來年 那在過去幾千年的人類歷史當中 絕大部分人使用的貨幣是什麼呢?是黃金白銀 那才是硬通貨,那才是最保值的貨幣 尤其是到了一個社會大危機的時期,到了亂世 黃金白銀比其他任何形式的貨幣都要保險 而且黃金白銀也是可以在全世界自由交換的貨幣 如果我們把錢從銀行裡面取出來了 那就要去兌換成黃金白銀,然後把它放在自己家裡面的大保險箱裡面 這樣大家的財富就比較安全了,請大家注意 我只是說比較安全,而不是絕對安全 因為在社會大動盪時期,經濟大崩潰之後 各種商品都會出現短缺,很多商品你可以不去消費 短缺了不要緊,但是有一種商品你必須得買,那就是糧食 你每天得要吃飯,如果出現了糧食短缺 那麼糧食的價格就會飛漲,你儲存的經營 可能很快就會被消耗掉,所以說大家還必須儲備一批糧食 最少要儲備你全家人能夠食用一年的糧食 就算是儲備了足夠的糧食還是不夠安全 因為社會動盪起來的時候,如果是有一些人小痞子流氓 他知道你家裡又有黃金又有糧食,一起過來搶怎麼辦 你一個人能抵擋得了嗎?所以說還必須得抱團自衛自保 怎麼樣才能夠自衛自保?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你的親朋好友、街坊鄰居都動員起來,大家組織起來 讓大家都去買黃金白銀,都去儲備糧食 那一旦亂事到來的時候,大家就可以結成互助團體 共同保衛家園 那現在我給大家總結一下,現在正是處於一個大變局的前夜 動盪即將發生,所以大家趕緊去把錢從銀行取出來 變成黃金白銀,儲備糧食物資,組織互助團體 做好了這三件事就可以有備無患 如果現在你還被各種喉舌媒體忽悠 以為自己生活在太平盛世,將來災難一到 就會蒙受巨大損失,輕則失去財產 有可能還性命不保,所以現在大家要趕快行動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同意我觀點的朋友請點讚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請訂閱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下次再見